美国雷根号打击群正朝台湾方向前进 可能与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传出将造访台湾有关 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会见总统蔡英文 判建立台日合作的具体行动共事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 要求港府废除港版国安法 美国联准会再升息三马 主席鲍尔暗示升息步伐将会放缓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